好 這個誰是全台灣最會說謊的人 連連看 朱立倫會連給誰 明明閉門會談說 我們這幾個人而已 事情不要說出來 為什麼又說出來 為什麼柯文哲又放風聲說 我已經見過朱立倫了 朱立倫只好被動證實說 對 有見面 談的蠻具體的 甚至朱立倫怎麼講 談到了政府總統候選人的位置了 那如果這樣講的話 進展蠻快的 其實我覺得他們在這個 所謂黃金談之前 九月 九月份就 他們現在承認有兩場了 九月份就談過了 那現在是上個禮拜 這個是 九月份談的時候 你有做一個夢 十月份談的 你今天要苦 不是我做的夢 是我朋友 現在我們現在是十月中 對 回過頭來看 你朋友的朋友的朋友的夢 對 就非常具體 在扣到最近事件的發展 對 這個我 因為我把它畫差 但就是九月二十六號 晚上十一點 然後這個某個媒體高層 就跑去了這個朱立倫家 地點就在朱立倫家 朱立倫家一進去 就已經有有猴有儀了 某個媒體高層 就是可以一下子繞三十幾個立委參選的那一種 要有這種檔次的才能坐在這個位置 對 然後有猴有儀也在 柯文哲也在了 然後又開始講說 我們如果不下架 民進黨就開始 我們這喝西北風 已經喝八年了 如果再不下架 民進黨繼續喝西北風 喝八年 然後柯文 不是啦 好啦 就是柯文哲 意思是說你們也不比民調 然後也不做負的 那你們是要怎麼樣 這句話好熟 我沒有寫出來 但是他就是柯文哲講了 因為在隔天九月二十七號 民眾黨的這個黨團會議上面 他就講了同樣一句 同樣一句話 後面叫一句去死吧 大家還記得這一句 那再來就是開始講說 好 那他就開始討論 不分區的立法委員了 柯文哲一直說 那我要試試看你們的誠意 他就丟了一個網紅 我想大家都會嚇死的 等一下 講到不分區的部分 先講一下 就是說目前他們是民眾黨 拚自己的不分區 國民黨拚出來的不分區 會拿至少兩個 來表示誠意是不是 對 他們就是民眾黨歸民眾 那其實這中間 我知道還有講到 所謂的政府總統的嘛 政府總統的問題 其實那一句說柯喉 不一定會搭檔 但是會派一個人附的 那個人附的那個 黨內國民黨消息 靈頭人士很嫌棄 非常嫌棄 柯文哲推出來那個副手人選 真的還假的 真的 柯文哲到底能派出什麼人 大家想都知道 但是 大家想就知道的人 那是一個長輩 那個我跟那個長輩還滿熟的 他又跟我講說 女生 對 女生 北部東部南部 北部 只有這一個人 只有這一個人嗎 可不可以有好一點的人 妳就知道了 然後 可是我現在還沒有一個譜 然後 妳不要跟他說柯美蘭 柯媽媽 北部 不是 不是 然後柯文哲就很不滿 就說好 那我們來試成意看看 然後就丟一個網紅的名字 給國民黨 網紅 網紅 我告訴你這個網紅 跟柯文哲非常好的網紅 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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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只要罵到柯文哲 他馬上跳起來的 上次有翻車的那一個 對 我有看到名字 我覺得國民黨你真敢 你真是要割地賠款 賠款 你這種人還可以加進去 就推一個 就 軍系也要有代表 就我可以講 這個第二個名字是 我都以為 不會連熱 最近才在那邊亂弄 結果 也有在名單裡面 大家就說他 大家嫌棄了他四年 可是他四年也沒有做什麼啊 但是你後面那邊滿重要的 你唸給大家聽 為什麼要提 就是因為這個 否則會斷糧嘛 就是對柯柯 對某某方面也要有交代 否則會斷糧 否則你就 你否則就會有糧草 我只能說這個 第一個網紅名單是 柯文哲來試探 國民黨的誠意 然後第二個意見 但是如果沒有更好的決定 我想朱立文會接受 某某某也要進去 現在答案揭曉 如果老共沒處理好 後面會斷糧 很麻煩 對 這就是這個問題 所以從頭到尾 我們中華民國的將軍 背後的支持者是誰 媒體告訴你為什麼要這樣講 我就不懂了 那朱立文跟柯文哲同意了 這場會議就同意了 達成的結論就是這兩個啊 然後後面後面我告訴你還有一個中間 其實還有一個不分區的人選 但是因為那個不分區的人選的太太 現在在選立委 如果你再把它列入 部分區安全名單 我覺得國民黨會跳腳跳死 所以國民黨這場裡面 他已經丟出兩個部分區的名單 對 一個就是 BBB網紅登登登登 上次翻車翻得還蠻好笑的 那個 對 另外一個是男的 對 他的太太現在在選立委 對 但是那個刪掉 因為他太太在選立委 所以他把他刪掉 國民黨丟出來 對 沒有錯 咆哮哥呢 咆哮哥沒有在這場會談當中嗎 他也是哼哈惡將之一 但是我覺得這個東西 因為他們這一次又談過 會這個不分區的部分 會依到什麼政黨比例來弄 這搞不好就是一個初步的名單 搞不好會有換 但是重點是後面 後面就談到聯合政府的部長 部會首長 我知道他寫了四個 四個部會 民眾黨兩個 國民黨兩個 我只把他咖掉而已 因為我 我不想那個 我不想寫太多 但是問題是後來 後來大家都質疑我做夢就好了 現在朱立委員也嗆我 做夢就不用回應了 可是後來有人越來越清楚 這場真的是我朋友真實的經歷 應該不是只有夢境而已 所以說你說他們到底從哪時候就開始談 從九月底就開始談 談 包括連政府後 政府的搭配 搭檔也都會開始談 所以你黃金的 黃金的會談 你現在民眾黨就你看 我就一講 這一定會拖到二十五號以後 就是你的民主初選沒辦法做 完全會改成全民調 全民調之後到大家再來商量 那個手機跟視化比例是什麼東西 所以如果你在誤差範圍之內 誤差範圍之內 大家就不要計較 就用協調的 那是誰做證 誰做負 就不是依照民調來做了 所以這個東西 然後你包括你提出聯合政府 然後這個已經有第一個 先成立選舉委員會 第二個這個在成立政黨協商委員會 政黨協商委員會是指當選以後 當選以後內閣的這個席次 依照所謂的政黨席次的比例原則來分配 就是說你國民黨幾席 得政黨票多少 我民眾黨得票多少 我們就把內閣分成多少跟多少的比 就是來分就對了 你說這樣子對於臺灣的政治穩定嗎 臺灣政治非常不穩定的 如果國民黨不分區大概可以拿個二十八 二十五到二十八 不分區沒有 對 二十八 二十五 大概十三十四席 然後民眾黨大概十趴 十 十趴對 從那個二零二零年那一次來看 那一次國民黨 民進黨 國民黨 大概都是二十五 二十五 所以兩黨都大概拿十三席 所以你說吳思懷會怎麼樣 吳思懷那一年也是 大家罵吳敦衣 罵死了 由玉蘭跟吳思懷都在裡面 結果他的政黨的票跟民進黨拿的是一樣的 所以我告訴你 吳思懷不用怕 所以為什麼這次吳思懷也不用怕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和 柯文哲的票 不會全部留給侯友宜 年輕人不會支持侯友宜的 所以就是 而且你又不是政主 去做搭檔 只是藍白盒而已 你來先做一個結論 你覺得照這個邏輯下來 因為那個夢之後 這個禮拜還有再談一次是不是 有沒有什麼新的進展 進展就是要成立政黨協商委員會 跟選舉 選舉聯盟 就是選舉的時候 我要怎麼助選 怎麼樣幫幫這個 那葉元智開心了 柯文哲可以去幫他站臺了 對 然後再來就是 就是如果真的當選以後 就會另外有一個叫政黨協商委員會 如何組聯合政府 好亂喔 很亂啊 反正很亂 到這個邏輯下來 這個邏輯我也不相信會贏 談得成的機率有多高 如果你這樣的話 當然會大於以前 你覺得有幾趴成的機率 五十好了 才五十 拜託 這樣你叫百萬萬 要怎麼做 國民黨已經割地賠款到這種程度了 你知道民眾黨要部會 真的很誇張 民眾黨要的很誇張 是不是 對 要部會很誇張 其實這你來我往的過程裡面 我們看出國民黨為了要得到這個六千多個位置 為了拿這個喝西北風 喝了四年 再喝八年 這個國民黨搖到要屁屁刷的時候 一拿到政權 黨產會就沒了 但是你高層這樣翻 下面會扶嗎 因為說實在的 下面也罵了很多 因為那個破局之後 柯文哲那句 就算給你 讓你選你會上嗎 沒有 我跟你講 侯友宜的那個群組裡面一片罵聲 全部都不要柯文哲了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樣想得好美喔 那下面到底能不能組合 柯文哲就口不遲言 對啊 那柯文哲的支持者 所以侯友宜那時候很聽 據說是侯友宜有此以來 生氣生得罪可怕的一次 幕僚都沒有說都說沒有看到老闆生那麼大氣 就明明知道是在演戲 那你幹嘛講他講話講那麼難聽 然後下面怎麼弄 然後你柯文哲的支持者 因為剛好第二天我碰到余修 余修說如果做民調差百分之三的誤差範圍之內 他也很難向支持者交代說 我要怎麼做負的 但是誤差在誤差範圍之內 正好就是可以解釋